世界上现在正有两场主要的大战役持续的不断交战 而很多战争退役的军人 或者生命经历过重大意外的人 有的人会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后群PTSD 传统疗法是要患者不断的回想伤痛记忆 搭配呼吸调试内心压力 可是过程会引发很多不舒服 让许多人中途放弃 现在有一个创新的疗法 原理是让患者想象自己在看电影 用黑白片的方式重新整理记忆 降低创伤画面对大脑的刺激 现在治疗了3000多人 很多退役的老兵觉得效果不错 创伤后压力症后群PTSD顾名思义 是指人在遭受巨大冲击后带来的情绪障碍 可能是战争 也可能是遭受攻击或是经历天灾 根据统计美国每100名成年人中就有5人患有PTSD 月战老兵莫雷诺过去50年来都在跟心中的负面情绪对抗 曾是月战期间的狙击手 他把这股情绪称为脑海中的恶魔 直到去年莫雷诺在介绍下认识了波尔克博士 职业生涯几乎都在帮助人们脱离PTSD 911事件时 波尔克担任纽约世贸中心幸存者的治疗师 累积多年经验 如今自己创立PTSD疗法创伤记忆重建方案 英文缩写简称RTM 目前这项疗法已经成功治疗3000多人 波尔克博士还培育了300多名治疗师 RTM疗法的大略重点是让病患想象自己身在电影院 将脑海中的创伤记忆化为黑白片 重新观赏一次 这能减少颜色鲜艳度对大脑的刺激伤害 因为疗法不需要精密仪器设备 远距进行也没问题 如果一切顺利 疗程只需要几天就能完成 目前经常被用来治疗PTSD的长期暴露疗法 由于需要患者不断回想创伤记忆 配合呼吸训练达到减轻症状效果 但过程往往带来大量痛楚 导致许多人中途放弃 RTM疗法则是让患者在脑海中搭建一座电影院 回忆过程比较没有压力 透纳是2004年伊拉克战争中的炮兵组成员 但他退役后战争的惨况 老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新疗法帮助他重新面对创伤记忆 目前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针对PTSD提供多项疗法 对于新兴的RTM疗法抱持观望态度 强调治疗结果的数据看起来很有潜力 但并不符合当前单位对于PTSD治疗的方针 官方提供的治疗法是经过验证 有效而且以患者为中心的方案 医疗不断进化 无论技术和理论上都是 2023年一项医学研究显示 其实打电动玩具也能帮助治疗忧郁症和PTSD 目前在美国已经有多家心理治疗机构 开始朝游戏治疗的方向发展 数位心理治疗公司英雄之旅俱乐部 安排客户和治疗师在游戏中对谈 能边治疗边打电动 解除压力的效果加倍 跳脱九框架 治疗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对谈 也不一定要重复经历压力痛楚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才能顺利打开心中的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